我们来看到这个神童可是经过认证的 他是从香港移民到英国的11岁男童阿德里安 有多聪明呢 来看看他在国际高智商组织门萨测验当中 取得了162分 162分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们要告诉你全球排名前1% 而且比起谁还要高 爱因斯坦还有霍金他们的分数是160分 他现在呢获得了门萨会员的资格 而门萨呢他其实呢就是全球最顶尖的高智商俱乐部了 那么本人受访的时候呢 他说其实他原本只想要拿到148分 可以跨过门槛成功进入门萨就好 从来没有想过他自己可以拿下超越爱因斯坦的160分的 这样子162分的分数 那么即将在9月的时候呢 他就要进前往呢 这个巴尼特伊斯利沙坝女王学校来就读了 那么他的这个愿望是希望呢最终可以进入了剑桥大学 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心脏病专家之一 妈妈受访了之后当然也很开心啦 他说自己的儿子从小就展现了与众不同的天赋 说他两岁的时候就可以准确念出University这个英文字 还有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自己的小说 怪物探索 现在他呢正在撰写一个关于古罗马题材的小说 那么高智商之外 他在呢包括了国际象棋 碧球 极箭 滑雪 桌球 跆拳道 跟划船 也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大家也很关注他后续的发展了 那么妈妈就说 其实他觉得自己的孩子啊 从小呢 就是有与众不同 而且很爱阅读 或许也就是呢 他可以取得呢 像这样的好成绩的原因之一 以上讯息提供给您 也请您持续锁定华视新闻 你好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其实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